中时电子报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青龙 今天来跟你谈一谈 聚龙苏醒下的全球化 第一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在这个刚刚结束的礼拜天 在北京闭幕了 这一场精心打造的盛会 人民日报形容说 它是全球最大规模的经济振兴计划 也有人说 这是以经济全球化作为包装的 中国国家战略 文论如何就像美国CNN所说的 通过一带一路 对沿线国家的广泛影响力 中国这条巨龙已经完全苏醒了 说来很巧 1917年由列宁领导的国际共产革命 到今年刚好100周年 为什么我们谈一带一路 要提到100年前的那一场革命呢 因为在俄国革命之前 全球正进行以英国为代表的第一次的全球化 而在俄国革命之后的半个世纪 则是以美国为首的第二次全球化 如今第三次全球化正引然成形 中国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一场高峰论坛就成为最好的一个见证 话说1917年之前的半个世纪 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殖民帝国 当时几乎把全世界都纳入到它的殖民版图 当时殖民贸易兴盛 人口大规模移动 所以可以算说是第一次的全球化的时代 而在1917年之后的半个世纪 也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 新一波全球化的热潮高涨 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 更在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 确立了美国的独强局面 然而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第二波全球化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遭到了重创 接着我们看到就是各国保护主义兴起 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以及TTIP都纷纷的夭折 英国脱欧及川普当选是最明显的例证 许多人甚至担心欧盟体系很可能会瓦解 我们看前两次全球化之所以由胜而衰 战争无疑是最主要的因素 一次世界大战它打断了第一次全球化的进程 而二战之后的东西冷战 则拖延了第二次全球化的一个发展 但同样不能忽略的是 从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 造成各国提高关税大打贸易战 这才是造成第一次全球化受挫的内在因素 同样也是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造成各国保护主义高涨 让第二次全球化为之动摇 也因此大陆学者才会讲说 如果把英国主导的全球化比喻为0.0版本 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是1.0版本 那么一带一路就是由中国参与改造的全球化2.0版本 而由中国牵头的第三次全球化将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呢 多数的西方分析认为 一带一路主要的动机仍然是政治性的 因为一带一路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 似乎什么都是 也什么都不是 所以与其说这是一个严谨的经济发展计划 不如说是中国用来结交新朋友 拓展影响力的外交手段 从投资观点来看 确实一带一路的项目明显缺乏商业逻辑 很可能做的是一个赔本生意 但是一带一路并不只是一个商业性的构想 如同世界是通的作者王义为所指出的 一带一路的灵感来自中国五千年文明 对他的研究也要有中国的视角和东方的智慧 我们看到上个礼拜天 习近平在论坛高峰会上说 一带一路不是另起炉灶 要打造对话不对抗 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 这是中国引领第三次全球化的核心内涵 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我是黄青龙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